這個豬頭皮啊 這個豬拱嘴這地方最喜歡吃的 泡薑絲 花椒粉炒過的 油泡辣子 會得多了 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 吃光張小廚 今天我用這個豬拱嘴跟那個豬耳朵 來做兩種口味的涼拌菜 一種是麻辣口味 一種是酸辣口味 喜歡麻辣口味口味 酸辣口味口味 看一下大家口味如何 好想知道 開始吧 首先缺點泡薑 哇這條又白又大 可以了 要來搽點紫蘇葉 放這個很香的 洗點小蔥香菜 泡薑切絲 先來一口 鹹度酸度脆度都剛剛好 蒜子多脆 米椒切去 小蔥香菜 紫蘇葉給它修整一下 我喜歡把這個蔥白單獨切好 剩下的切段 再切點洋蔥 準備乾辣椒花椒 加水泡洗一下 搞到鍋裡頭 給它備乾備香 前面來炸這個花生 裡面還有點油啊 說錯了是中小火把它炒香 不是備乾 用這把大刀剁碎 哇炒過的這個花椒好香啊 這樣子有點難搞啊 要剁很久 這個效率就快了 把保鮮好的這個硬貨取出 看著顏色還是蠻爽生的啊 手套買回來了 盡量講究一點啊 哎 我得有質量那麼差的 我得 呦 這個其實今天早上我已經把它重新加葉過了 現在冷卻了可以把它切啊 這個豬頭皮啊 這個豬拱嘴這個地方 最喜歡吃啊 因為口感特別棒 這個滷水保存的好好的 哇好彈啊 老是跑多 看一下這個混切面 肥瘦相煎 首先我們那邊酸辣的 有點豬耳朵 豬頭皮 前面我試過了這剛好有一點底味 所以我們在調味的時候身體就有素了 給魏吉萱 白醋這麼多 也可以用酸水 白糖 再給一點 胡椒粉 蒜蓉 蔥白沫 小米辣 泡姜絲 洋蔥絲 紫蘇葉 魏吉萱再來一點 剛好是一勺 攪拌均勻 覺得白的話可以給一點老抽 給油泡辣 芝麻香油 這香油不是很香的可以給多一點 吃到燉可排的 有一種香油它很香啊 放幾滴就很香了 第二種麻辣口味的 蔥蓉蒜蓉 小米椒 洋蔥絲 放這個特製辣椒花椒粉 炒過的 油泡辣子也來一點 胡椒粉 味吉萱 一湯勺 也掉一點點醋來解膩 這個不能給太多 兩小勺白糖 攪拌均勻 花椒油 芝麻香油 最後就是小蔥香菜了 翻拌均勻 明人不說暗話 沒得多了 我喜歡你 終於做好了 下面簡單來嘗試一下吧 先嘗這個酸辣烤味的 相當開胃 加那個酸漿跟那個紫酥 非常開胃 非常爽身 嗯 水腹 雖然有一些部位是蠻肥的 但是吃起來肥而不膩 刷刷 嗯 水腹 哇 強 再來試一下這個麻辣烤味的 一次吃多點 那個吃吃多點感覺的 那個吃多點感覺的 夠香夠麻 酒吧口服葉 為什麼人家真是喝酒啊 這個部位是那個豬嘴頭那個部位啊 嗯 嗯 香的不膩 嗯 舒服 這個麻辣的那個花椒粉放的有點多了 麻的這個舌頭 麻的這個舌頭有點沒有直覺啊 但是非常過癮 又香又麻 哇 好啊 好啊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關於我 拜拜 I'm sorry